1月28号的下午3点多 圆山乡圆山路二段与惠明路交叉路口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由核心驾驶的预办混泥车 要右转惠明路的时候 和同向执行 由25岁高姓男子所骑乘的重机 发生了交通事故 机车驾驶在送医后不治 而被载的同行女性则是受伤 预办混泥车的驾驶人士 涉嫌了造势逃逸 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也将他逮捕 全案依照造势逃逸和过失自使罪来移送法办 三乡圆山路三段右转惠明路的时候 与同向右侧执行的普仲机车 发生车状的交通事故 这个预办混泥车当下没有停下来 就禁止离开现场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将机车骑士还有他的负载乘客 送医急救 并且积极调阅事故现场的入口监视器画面 那也立即查之造势车辆车号 那事故发生约一小时后 这个预办混泥车又返回现场 那经同仁发现之后 就查获是造势驾驶无误 依法实施久策待遍 感谢观看